在美國電動農夫車新創公司 根據彭博社9月30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在美國電動農夫車新創公司 Lottstown Motors 收購俄核俄州通用汽車的工廠不到兩年後 已與台灣洪海集團 幾近達成受廠協議 雙方最快在本州宣布這項交易 此外 報導也指出 這是洪海集團在美國首個汽車生產的足跡 報導指出 這次出售將幫助洛池敦汽車公司集資 利脫離困境 對洪海集團而言 在計劃加速推動電動汽車領域的關鍵時刻 這也意味著洪海集團的第一個美國汽車製造基地 不過針對這一筆交易的情況 雙方皆未回應 知情人士也未透露交易金額 報導表示 該生產設施當初被通用汽車設計 成為每年可生產遠高於30萬輛的 雪佛蘭科魯資 原本在2019年3月停產該車款 打算關閉工廠 後來由Lortstown出手買下 隨著從美國蘋果到中國小米的大型科技公司 對下一代的移動進行大舉投資 洪海集團正在大步拓展電動汽車業 過去一年推出開放的電動汽車平台 和美國菲斯克汽車簽訂製造協議 並與泰國國有集團PTT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洪海董事長劉陽偉今年曾表示 考慮在威斯康辛州建立一個電動汽車製造工廠 作為該公司在美國的第一個汽車前哨基地 不過帕博社也提到洪海推動美國製造的紀錄 頗具爭議 當初承諾在威州投資8億美元 打造高科技生產設施 來換取幾十億美元的潛在補貼 但願景卻從未實現 故此 這次受廠協議後續情況也有待觀察